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有记者向陆树铭生前所在的单位西安化剧院求证 工作人员透露称消息属实 确实是一位心梗趋势 而且目前单位正在为其筹办悼念等活动 一度令人惋惜 作为知名的老戏骨 他一生都贡献给了演艺视野 更是将剧中角色演得出神入化 令人惊叹 只能为他默哀了 作为知名演员 陆树铭演过最深入人心的角色 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关羽 他将关羽演得入目三分 给观众的印象完全就是 他本人就是关羽 关羽就是他 很难有人能够超越 关羽的形象更是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里面的打戏也是大开大合 很是优秀 除了《三国演义》 他还和周星驰有过合作 在《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中 饰演牛魔王一角 也是有很深的印象 然而生前他也才过完66岁的生日 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让他在年纪还不算太大的时候去世了 很是令人惋惜 毕竟一位实力派老戏骨离开人世间 再也不能给观众们带来更好的作品了 不过他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留下了经典的角色和作品 愿天堂没有疾病 一路走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